将将三人行 义军我发现你这个肤色 最近在这个美国晒回来的 所以现在你坐在这 我老有一种劳动妇女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是不是 我觉得我特别像那个 就是最近一些文章当中说 动不动要去矿山 我还个东西什么之类的 我今天还挽着袖子 我今天特别像 就特别像个劳动妇女 没有人家是晒沙滩时髦 所以你看这就分出阶级了 黑是因为什么黑 beautiful tan 是我去不了那个室内游泳池 人家那个更高级的室内游泳池 去不了 只能去室外的 所以就晒黑 得了你那个室外 我现在就像你们渔民的沙滩 我怎么觉得像是 你像是渔家的女儿 有点像当年那个海岛女民兵 是吧 那是因为她剪的头发 她剪了个灵狐兰的头发 所以像海岛女民兵 所以你看刚才我对你的评价 全是狗眼看人低 就不是 我也不如 我是阿尔法狗 我说的是 就是说衣冠看人 对 就是人有一种鄙视链 现在时髦说一个词 就是说 鄙视链 鄙视链 中产阶级鄙视链 没听说过吗 你没听过 我没听过 比如说我小孩上的是 取英文名的幼儿园 你小孩上的是什么呢 玩围棋的幼儿园 这就差着意思 学马术的 是吧 和学钢琴的 差着档次呢 和学高尔夫 学高尔夫 你都不算高了 奥特拉 奥特拉 学马术 真是学马 所以 不是 我说这个 学马球 你有没有这种本能 就是说 你看见一个人 你比如说我一看 已经 看来不是个什么高端 对 你会不会断 断它的阶层 阶级 你觉得 我真的没有 你有没有 这人都有的 这个是我们 要不然 这是我们所有的 衣服 化妆 这个背包 各种各样的 这些东西的符号 它就在我们 这个 这个社会上 形成各种各样的目的 他们说 一般的 需要的时间 是40秒 比较迟钝一点 是两分钟 就是在地铁上 任何一个人 假如你在地铁上 有一个人 跑来跟你说话 你本能的 你就会花一个 极端的时间 判断这个 跟你说话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说你通过他的 服装 还是属于什么阶级 什么阶级 大概是一个什么 你会有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判断 最基本判断 是一些名牌标啊 名牌表啊 还有好的服装 什么东西 发型啊 还女的什么 搞一个眉毛 散啊散啊那种 全都是派这个用处的 这就是城市跟农村的区别 这符号能说出什么吗 谁都可以买个闪啊散 谁都可以买一个包包 他给你一个最初的判断 他给你一个最初的判断 因为要是没有这个东西 有很多人 比方说做生意的人 要开个奔驰啦 拿一个什么包啦 这些都是最初最初的判断 所以你看 徐老师真的是 他这个细致 我跟你相比 我就是 我还真不是这样 就是说 我看人啊 像这个中医 就是旺气 我看的是个浑人 就是比如说 我根本记不得 他戴什么 穿什么 他从什么车上下来的 这些我促心 但是呢 就像看古董 你知道有一种叫旺气 它不是像科学信息啊 什么咱鉴定 做个探视寺 它不是 有一种就是说 看一个东西 它整体 我觉得我这个也挺准 就是虽然我没有辨别 他穿的衣服 是什么牌子 但是这个人呢 迎面而来一种气息 你这个就是水平高 你这个就是水平高 一条一条分析啊 那是比较低级水平 你看 你用赫马斯啊 你是用啊 卡梯啊 这种是比较低级 高级的就是快 刷一些各种因素 综合出来 变成一股气 我就知道 这个人大人物 这个人不用理他 这样 以他的判断快 所以你从我这儿 已经闻到了海风的气息 对对对 我老想问叫海霞 海霞是谁 许老师年纪的吗 哪个海霞 老电影 那个时候的老电影 好像一个女民兵 就海霞 你们这种印象 完全就是暴露年龄 暴露自己的阶层 自己的年龄 其实是 所以说呢 就说年龄现在跟阶层啊 不花等口 那当然 所以说有人提倡什么阶级斗争 取消论 我看这是不对的 怎么能取消呢 现在怎么阶级斗争呢 没有阶级吗 难道说我们没有阶级吗 怎么可能呢 没有阶级 中国现在没有阶级 你没听说吗 没阶级也有阶层 你知道吗 而且 只有不同的社会 阶级应该有 天安门上都写着 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这是铁证 这说明我们还是有阶级 我告诉你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哎呦 你看张主 因为我说错了 对对对 那个不能证明 我跟你说 一个成都小区里的 可以证明 这因为人家这篇文章 说的可不是者了 说是发生在成都 一个小区里的阶级斗争 当然是挂了这个双眼号的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 你知道事情缘起啊 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为了卖房子 房地产商卖房子 哎 我发现真的 现在是就无伤不坚 真的 也不是说 我原来是受吴小波的 这个 无伤不坚 我原来认为 无伤不坚 但是我后来受了 吴小波老师的影响 他说呢 中国传统上啊 就比较歧视商人 这个不应该 就因为中国这个立国 这么多年 包括改革开放 商人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我们要给商人证明 对 我跟你说 看山是山 看水 试水 到最后还是看山是山 我最近 我真的跟这些个市场打打交道 我又翻回头了 我要是错 你们可以批评 我的感觉还真就是无伤不坚 真的 因为这个逐利的本性啊 他就是 也许啊 他这个商家的这个老板 这个CEO 他在那是讲情怀的 给你打太极的 对吧 但是呢 你知道他一级一级业绩逼下来 我就觉得这些个卖房子的经理 说实在的 他在他的家里也是好丈夫 好好好父亲 应该是的 对吧 是好人 但是你知道 他被资本绑上之后 他成了资本的工具的时候 呈现出来的 尤其在中国这种不诚信的地方啊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无伤不坚 我说这个就是什么啊 就是说这个卖房子的人啊 比如说都知道学区房 那么是一个吸引力 于是呢 比如成都这个地方 大概有个学区房 那本来这个这个学校啊 可能是有问题的 而且你也未必能上这个学校 但是都是吹呗 买我这房子就能上这个学校 买我这房 所以一下可能吹了好多个小区 都觉得自己 但是实际上这个学校 他受不了这么多学生 于是就发生了较劲 那么发生了较劲之后呢 出来了一个大字报 所以你说这些都新动向 徐老师你可以看看 这在网上流传极广 这是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 就是啊 有几个小区的家长们 向另几个小区的家长们 写了这么一个大字报 就是说啊 呼吁你们啊 不要跟我们抢这个学校 城市富小啊 旺江校区 不要跟我们的孩子抢学校 但是这个理由非常有意思 大概意思吧 就是说你看 我们这个小区的呢 很多都是经商的 年收入呢 我们这个做生意这么多年 基本上都能在年收入50万以上 我们旁边小区的呢 哎 人家一般都是教育单位 国家单位的官员啊 政科级啊 政处级啊 对吧 这个有权 对吧 或者地位也比较高嘛 你们呢 你们那俩小区的呢 基本上都是什么新移民啊 工人农民啊 你们这个年收入 工人农民 他就是他觉得他们还不如工人农民那个收入 他是博士生啊 那个研究生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 觉得你们的工作还不如 你们收入 博士 硕士 对对对 不如农民工 不如农民工 对 你们说的对 薛老师 戳心窝 对 工农兵 说的对 说的对 工农兵年收入都50万了 对吧 你们这帮硕士博士 这帮穷鬼 不是 他们就是 我看成都有那帖子就说言外之意 就是说 你们这帮穷鬼 你们这帮穷鬼 你们跟我争 你们跟我们争什么什么 跟我们的孩子 争什么学区 呃 所以网上就有人这个写文章了 管叫什么呢 成都小区里的阶级斗争 一次中产阶层内部的疯狂踩踏事件 现在咱们以前不说个词叫底层护掐 现在中产叫碾压嘛 什么碾压踩踏 我天 每一个层次都分 而且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50万年收入是一条线啊 50万年 50万元 对 就是50万的年收入 他就觉得自己是中产 下面那个呢 他们说现在那种10万到40万叫做新锐中产 但那个那个阶层就就是这次被鄙视的 然后我呢 看到40万还被鄙视啊 哎 哇 这现在怎么成都的经济这么高啊 可是我还 徐老师你都这么体贴勉强了 一年40万等于你每个月3万多啊 你随随便便能找到个3万多的工作吗 真的是 这样我赚到3万多 我还被人鄙视 这我觉得 他可能只家庭年收入 就你们夫妻俩加起来 因为他说了 夫妻俩加起来也一人一万五了 那都是勤勤恳恳 那都是很 你不贪腐的话 这都是很高标准了 我觉得 而且我还查了一下 就这几个小区 第一啊 我想说他这个名字怎么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房地产的名字 都是四个字 都 我读了整篇文章以后就混乱了 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些 这个物业住的环境 我觉得是毫无生机 毫无创意那种感觉 然后呢 我就真是足够查了一下 他那个 他那些房子要多少钱 他那个万科的 那个什么什么的 那个人 那个是挺贵的 那个是每一平米两万多 是两万多 对 然后那个被他鄙视的 那个其实并不算太便宜 一万六千多 而那个说有权的呢 有权的那两个 其实房子比 这个叫什么 比农民工还建的 那个要便宜 但是他们是级别高 明白这意思吗 对 行政级别高 对 所以说你看 现在真的就出现了 这个叫你说这个这个阶层比试链 你能不承认吗 这是房子的杠杆作用 这是97年开始的房改 中国现在要是有阶级的区分的话 真的主要是靠房子 而且我觉得 就是说什么词啊 到了中国都变味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从就我的感觉啊 你比如我们主持人 有时候去商业活动走学啊 我确实就挺逗的 从去年开始 我感受到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这个商业论坛 基本上谈的一个最 让我谈的最多的 就是中产阶级 好像中产阶级成了一个卖点 中产阶级成了一个吆喝 中产阶级 我怎么觉得 中国怎么突然间一下中产阶级了 就是所有的这个卖房子的 或者什么的 打出的这个旗号 找这个经济学家啊 找他们来论述的 就是一时之间 中产阶级成了一个时髦的词 可是我查了查 我觉得连中产阶级是什么 大家也没有统一的定义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句 刚才我们出那大字报 还派别出 片文 你知道吗 他这个大字报呢 是刚才说的 类似农民工的那个阶层的 那个人群 他们呢 现在在呼 就是呼吁说 大家要去争取 要进入 画到那个好学区里面去 因为那个更有钱的 万科的那个 他们已经被画进去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争取一下 我们也会进去 那么现在呢 所以 怎么争取法呢 就是闹呀 就是去说呀 那所以你这个 就这根线怎么画 我明白 还是有刷法的 他跟这个小区里面 业主啊 动员起来 动员起来 我们去争取 进入学区房 对 不是为了教育 是为了我们房子 可以增值 对 那么 关系大家利益 你要是不出去闹 我们进不了学区房呢 我们的房价就升不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万科的那个呢 他的那篇文章 是广为流传 他意思就是说 怎么现在来跟我 说要闹 虽然我们已经是进去了 我们不想你们这些 比我们低阶层的人的 小孩也进来 他这么说啊 他不用的这个字 反正很多各种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看你们 你看我跟你说 他这是什么 所以这个 成都小区里的 阶级斗争 这个文章 反映的就是 中产阶级内部 为了避免滑落 发生的一次踩踏 这篇文章的作者 最后奉劝敌对小区的 业主们 你听他的原话 奉劝敌对小区的业主们 你们不必把宝啊 就是你们的孩子啊 不必把宝啊 压在读高中 读大学上 为国家培养 下一代吃苦耐劳 有文化 有技术的农民 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这就是现实 就是 这你明白吗 就那意思就是 你们家孩子 还上什么大学啊 国家也需要 有文化 有技术的农民 但是网上 又有很多这个反转 就有的呢 说这个学校 就现在在 真的这个好的学校 根本就是这个 所谓农民工阶层的 那个那些业主 他们筹钱建起来的 但是呢 他们却没有 没有资格去读 也有的说呢 流传这篇文章 根本就是有人造出来的 想引起这个关注 对 就黑 故意 黑某一方 也有人说 你搞不清楚 这是现在就故意造的 这也不排除 对吧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引发的这个话题 已经是让这个 这个社会的这个阶层啊 这几年 所以就像我碰到的 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现在都聊中产阶级 但实际上 中国有中产阶级吗 我觉得照美国那个定义 你没什么中产阶级 而且就是说 中产阶级意味着 社会稳定 中产阶级意味着 就是很稳定 就那个枣胡形吗 不是橄榄形吗 中间最大吗 那你中国这个阶层叫什么 他们就是 所以他们就 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说谁说中国阶层固化了 向下的通道 一直是开着的 滑落 你看这些人就叫 为什么叫踩踏啊 这些敌对的文章 就是想把你踩下去啊 对 就把你踩下去 你蹬下去 就像一帮猴子在爬楼梯啊 想把你踩下去 我就上去 我说中产阶级意味着 安分 意味着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呢 安于现状 这是中产阶级我知道的特征 可是周围我可没见到几个安于现状的 都是争先恐后啊 都是要把踩着别人往上爬呀 因为什么呢 资源稀缺啊 你看到底就是 比如说这个事情来说 教育资源稀缺 他好的学校少 大家都要争着去 你还真别说将来啊 其实真中产阶级 他还不一定是按照这个收入 反而是教育背景 我前来 我刚看了一篇英国人写的 他就讲 到底谁是文化精英 因为现在不是在这个西方啊 不是精英也被人给鄙视吗 到底什么是精英 他就讲到 他就他说 这群人里面啊 他说 有像这个扎克伯格 比如说他很有钱啊 又年轻又首富 也有一些是什么失业的编剧啊 退了休的大学老师 他就说 有些人不一定很有钱 但是他们有共同特点 就是他们有名牌大学毕业的背景 他们就会坚信自己是高贵的 而且他们特别鄙视 用那些买包包啊 买名牌那些东西来装饰自己 觉得他们是不需要用logo的 说那些东西是有钱的傻瓜佬 都可以买得起 就这一群人 他们认为是 比如说现在跟川普现象 脱欧什么的 是这群这个所就是所谓精英 所以为什么大家征 征学校 你到最后还是个教育 你这个教育是一块非常 就是他仍然是一个最基本的垫脚石 你往上面走的最基本的一个垫脚石 中国远远没到这个 你如果讲西方社会 也许是教育是跟财产挂钩 中国不是 美国讲的中产阶级呢 实际上基本上是讲工作的 就是说你 你就收入 就是你的年收入是多少 你年收入是多少美金 那这个年收入是跟一定的工作范围 你白领啊 什么大公司啊 这些有关的 中国目前呢 以实际的银马算呢 的确有相当部分的人口呢 进入了所谓国际标准的中产阶级 但是呢 你这些人平均去想想 你现在假如是说有几百万财产的人 大部分不是因为你的工作 而是因为你的房子增值了 就突然房子的增值了 因为现在这个统计嘛 中国百分之一的人口 有全社会百分之三十的财富 那么有人说这个很不像话 对不对 也就是说百分之一的人 这一千多万人拥有 应该有四五亿的人口的财产 但他们说美国呢 这个百分之一的人呢 拥有百分之四十 所以中国还低于美国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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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觉 那么很多人的问题呢 不是担心平等不平等 很多人的问题是 我怎么样才能成为这百分之一 你是不是得关心一下啊 你怎么样才能百分之一呢 他们把数字 算下来以后 大概是这样 就一个人 你家庭每一个成员 有差不多四百万人民币 你就算作是中国的百分之一的了 就是top one 你这个阶层了 那换句话 以三口之家来说 你大概一千两百万 一千一百多万的人 人民币 你就行了 那这样的人 其实蛮多的 尤其在北京 对不对 但是你仔细想想 你这一千两百万 大部分是什么 房子 而这个房子在十年前 二十年前是 nothing 但是当时你可能 也有点房子 你可能稍微多点钱 你一个官位 但是现在转化出来的房子 它不是靠了你一个工作 相比之下 中国人真是比美国人厉害 中国人这些有一千两百万房子的人 他的房子差不多都是他的了 而美国的所谓中产阶级 各个都是在还房贷 他们的房子是有的 很好 很舒服的 可是要玩五十年七十年 他们不care这个房子是不是你的 对不对 我有了一个好的工作 马上人家就给你好房子 让你每个月去付 你就进入中产阶级了 但你最总要保护这个饭碗 中国人有很多人 到了中产阶级 甚至更上的时候 都不care饭碗的 工作都无所谓的 就是 你讲的对 就是我老觉得可能是因为 中国人多地少 僧多粥少 可能是个特别的原因 就是我们老怕落下 就是跑不赢房价 你看 我现在觉得 我能成为正常阶级 其实我现在靠什么 我的房子 现在我买不起了 但是你已经有了 所以为什么华人好赌啊 我们的命运 经常就取决于 当时的一念之间呢 当时的房子 觉得很贵 不想买 那听了一个朋友的话 买下去 就买了吧 买了 现在那个中介 问你卖不卖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现在让你再买 你住的房子 你买不起 那么这不就是个运气吗 还有很多人 跟你一样收入的人 当初要是没买的话 他们就被你们 踩到 没错啊 踩到博士村里去了 我跟你说 甚至于到 在这个香港 你像都有这个问题 你比如他们现在香港 说建幼儿园 你都不知道 中国人为什么老得竞争 烦死了 甚至就说 赢在社经前 听说吧 就是说 两个幼儿园了 有个幼儿园嘛 说招这个孩子 我觉得真是奇葩 就是说 喜欢招一月份的 就是我们还有十个名额 但是我们要 一月出生的孩子 说为什么要 一月出生的孩子呢 成熟一点 大 就同年级的吧 一月份出生的呢 成熟一点 成熟一点 是不是好管一些 于是你看这个照片 这是香港的一个纪录片里拍的 你瞧这说啊 所以我们屯门的妈妈 有一些京剧啊 就是赢在社经前 屯门 你得就想好什么事 屯门的就是我们领南大学的地方嘛 对 屯门 你那都忙着赢在社经前的 古代最早 这个韩裕的诗里边 就有这个地方的哦 香港最有文化的地方哦 啊 赢在社经前 韩裕是推算一下 是一月份的吗 一月宝宝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跟你讲 其实对中国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啊 有时候我觉得任何西方的概念行不通的 有时候反倒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划分啊 反倒接近于我们的认知 你比方说什么叫中产阶级 你照什么西方概念 人们有车有房啊 还什么年年时候多少 甚至还有是在这个政治上有一些权利的等等 这些标准都用不到中国 但是呢 他不符合 你比如说你要跟我说中国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中产阶级 我怎么能相信呢 对吧 但是呢 有一个标准 所以有个清华大学教授叫李强的 他不是单纯用收入 他是以社会地位 收入工作声望甚至权利 就是包括你在这个社会里 别人对你怎么看 所以其实就是我说的 中国社会有时候你得用一个中医的标准 你要有参照物 有标准 中和判断 中和判断大体差不多 你看他就有一个标准 他说啊 中国的上层人口比例为百分之五点六二 百分之五点六二是上层 中产层为百分之十九点一二 就将近百分之二十 下层为百分之七十五点二五 那么在这差不多百分之二十的中产层当中呢 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 处于和下层接近的厚度边缘状态 就是我们家的成分 我认为下中农 中农里边的下中农 换句话说 有超过七成的中产阶级 随时面临着滑落到下层的危险 中产里边超过七成是下中农 真正的下层啊 他数据统计出来 有百分之三十的中国人口啊 他们的全部的财富等于中国的百分之一 就是把这个数字讲一下啊 百分之一的人口占了全社会的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的人口 这个最百分之三百分之一 当然家很尖锐 好像北大什么一个报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有关研究方面说 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 为什么 美国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他们的财产是低于零 最后的百分之三十啊 原来是他所有的钱 不如他借的钱 富的 所以中国能够保证有百分之一 所以那个谁跟希拉里争的那个候选人吧 他那个数据在全美国传的大家震动 千分之一的人的存款 等于最低的百分之八十的人的存款 他有一个数字的 千分之一哦 在美国 然后有一套数字证实 把美国人都都煽动起来 然后因为美国真的有很多人是没有存款的 一点存款都没有 都是借钱的 什么东西都是借的 咱们中国有吗 也有 中国人喜欢存钱 但是你想中国人怕欠债 但是百分之三十的人是百分之一啊 这个也不借钱也差不多了 我最近一直在想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人类历史上一直 以前就是极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嘛 然后呢 中间呢 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出现了 特别在西方出现这个繁荣 感觉中产阶级一下大了嘛 但实际上我在想 这个可能是不是只是一个短暂的幻想 我们现在基本上又回到了那种 顶层特别少 下面多 而且将来啊 将来其实我们就你看啊 我们我们现在过去任何的工作 是由这个someone来做 就是有人做 现在呢 他有这个技术的革新以后 以后变成是anyone 就任何人可以做某 可以可以做某一些工作 再到最后呢 是no one 就是说机器做了以后 你又回到了在上面 极少数人在统治大多数人的这个地步 所以我们现在想的是将来在 没有人工作的时候 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哪一个阶层不知道了 而且你知道吗 极少数人提升知识 大多数人维持脑残 你知道吗 让你们傻 所以我们在哪 都客 Ό 很多人的个地步 公術 公衣 公衣 公衣